上节说到考古专家们在文献当中找到了关于小谷尾岛上另一座墓葬的相关信息 那就是南汉开国皇帝刘衍的哥哥刘尹的德陵 可是大香山上这座大型陵墓实在不像一位追封皇帝该有的规格 而且在陵墓的地宫和风土上修建永久性的地上建筑 也让考古专家们感到十分的奇怪 种种疑问都只有通过继续发掘才能找到答案 很快他们就在地宫的前世发现了一块写满文字的木质 这下好了 有木质了吗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然而 当考古专家们看清楚第一行文字之后 心中的心情啊 怎么理解呢 两个字 惊讶呀 写了什么呢 您看清楚 高祖天皇大帝埃策文 是不是听二熟的呢 没错 这就是那个文献当中提到的 应该出现在康陵里的木质啊 在发掘硫磺种的时候 考古专家们还以为这块木质被盗挖走了 如今却出现在大香山的陵墓里头 这说明什么呀 有观众肯定要跟着一拍大腿了 还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才是康陵呢 古迹可能我们应该是高反了 因为这个 刘延是真正的南汉的开国皇帝 而且他的在位时间长达26年 因为就是说刘延在位的时候 南汉的前期是南汉国力 基本上应该是 就是他的国力和富裕程度 应该是最高的这么个时间段 事情说到这总算是解开了一个最大的谜短 大香山这座拥有地上陵园的南汉地陵 才是真正的康陵所在 并且以此推测之前发掘的硫磺种 应该那才是刘尹的德陵 那么这个似乎我们前后历史七八个月 在我们考古发掘这个谜底算是真正的揭开了 尘埃落定了 人家自己都已经把自己说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这一座真正的康陵当中 究竟会有哪些珍贵文物出土呢 赶紧去看一下 兵分两路的考古专家们 最终在墓葬的中室会合了 由于倒扰情况十分严重 他们在完成整个地宫的清理之后 提取到的随葬器物 几乎都是一些残损的陶瓷器 经过后期的细致工作 考古专家们一共修复了包括六耳罐 二 花口碗粉盒在内的五十八件清磁 和一百一十六件陶器 在这些修复的随葬器物当中呢 有二十多件特别有意思 您瞧瞧 这些是被学术界称为相声的器物 只不过他们的外形模仿的不是人 也不是动物 而是热带的水果 岭南加果 就是他用陶做了很多菠萝 香蕉 香蕉 马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一摆出来别人一条 这是广东的 听见没有 岭南加果 这是当时的考古专家们为了这批别开生面 极具地域特征的随葬品专门取的名字 除了这些之外呢 考古专家们还在墓葬后世的地砖缝隙当中 发现了两枚玉片和一些串珠 根据玉片中心的穿孔和凹槽来看呢 它们应该是来自一条玉制的腰带 在前世和中世连接的过道上 发现了两件玉玺 以及几枚开源通宝铜钱 专家们判断这些应该是盗墓者 遗落在这里的 至于文献当中提到的康林当中